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知道,当年红军什么级别以上的干部可以结婚吗? 1939年2月周恩来,首次提出了一个军中统一的标准,285团的规定,年满28岁,有5年革命历史的干部,可团级以上干部,符合以上条件的,经过组织批准,即可结婚。 由于这一规定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,很多根据地采用了这一标准,此后,各地根据实际情况,对285团的规定也有所改变。 在华北抗战的八路军规定,干部结婚必须具备三个条件,第一,经过长期斗争,第二,年龄30岁以上,第三,对党有特殊功绩,这是在年龄上对285团的修改。 在上甘宁边区,驻守米知的359旅规定,红郡,17入伍的连以上干部,抗战入伍的团以上职务,年龄在20岁以上,满足以上条件,即可就地解决婚事。 是幼时的级别,年龄上对285团的修改,抗战胜利至解放战争前期,出于预防国共内战的考虑,党组织日以严格执行285团的规定,抗战胜利后,1945年下半年,各地军区纷纷指示限制一般干部的婚姻,如济南军区指示,在今后六个月,紧张工作时期, 对营以下干部的婚姻一般的不批准,并决定今后对任何干部,结婚时的结婚费一般取消,结婚后一定要参加生产自己,及参加一定的工作,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,1947年,各大解放区组织部,纷纷发出延缓干部结婚的通知,如禁察纪中央局组织部,于1947年2月15日颁布, 关于连缓解决婚姻问题的号召,号召广大党员体验国家民族正面临着危机,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,通知党政,军一切未婚工作人员, 全军一切未婚同志,暂时丢开对婚姻的考虑,搁置不谈,一切已婚的同志,亦应减少对家庭的牵挂,共同专心致志,以全力支持战争,争取最后胜利。 为了贯彻党延缓婚姻的政策,各个地区一级的党组织一并发出通知,对党员干部加以规券。 同时,党组织也抬高了党员干部结婚标准的门槛。 1947年10月25日,记者查区党委组织部、军区政治部的,关于干部婚姻问题的决定指出,在通知规定之日起,一般干部一年内不得结婚,只有具备以下条件者才可以,军队为现任团级团长、政委、副团长、副政委以上或相当于团长、政委、副团长、副政委的干部。 地方为现任的县级县委书记、副书记以上或相当于县委书记、副书记以上之干部。 党龄七年以上,年龄二十八岁以上,同年十二月,东北局关于干部婚姻问题新规定中,要求军队干部必须是团级或相当团级干部。 党龄在七年以上,党员具有五年党龄,八年以上革命历史。 非党员具有十二年以上革命历史者,经军区或纵对政治部批准,方可结婚。 至此,2857团的规定,正式形成并完善。 在党员党领、军领、年龄、级别上,在非党员革命年龄上都做出了明确指示,各个解放区先后一例实行。 在抗战爆发的大背景下,中央结合根据的原有的婚姻法规,适时的对军队、机关、地方的党员干部,实行新的结婚标准规定。 2857团,2857团规定一般是指,军中干部,要求年满28岁、五年党龄、七年军龄、团集集以上干部。 若是地方、机关党员干部,则要求年满28岁、五年党龄、县级、科集集以上干部,全部达到上述条件。 党组织坊允许妻结婚。 其实,2857团只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婚姻规定的一个代称。 在战争年代的各个时期、各个地区、各个机关里,在具体标准上都有一些细微差异。 但同喜上要求党员年龄上,一般是28岁、级别上一般是县、科、团集干部以上,这是干部结婚的硬标准。 1949年12月9日,中央组织部发出中组部关于党员干部婚姻问题的规定,谈及党员干部的婚姻问题。 指出,过去有些地区所规定的要有一定的党领、一定的工作年限级一定的等级,如六年党领、八年工作历史、县团级干部等,才准许结婚的规定,已不适于今天的情况。 此种限制应予取消。 同时,为了更好地保障党员的婚姻权益,规定指出任何党员干部的结婚离婚登记与批准权属于人民政府。 党组织的责任是,一、要告诉党员干部,必须遵守人民政府的婚姻法令。 二、必须告诉党员干部,不许与历史不明的政治上的嫌疑分子结婚。 三、对于党员干部在婚姻问题上的不正,却做法要给予纠正。 至此,除了在新疆等尚未解放的地区,2857团的规定继续实施外,在全国大部陆续废止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